有计程车司机发现乘客下车之后 忘记带走宠物鸟 还联系不上这名乘客 想要把宠物鸟交给警局 但是警察也不帮忙保管活体动物 司机只好暂时照顾这只鸟 但这期间无法营业 宠物鸟还在车内排泄 两个小时过后 好不容易联络上乘客了 想要跟四主收一千元的赔偿 但对方只愿意给一百块 还回说不然宠物鸟给你好了 让司机好无奈 旅客转车计程车 大包小包东西一多就容易忘了拿 下车掉钱包掉钥匙 但是你有看过有人忘记自己的小宠物吗 有一名乘客下车后没多久 司机突然听到怪声音这才惊觉 乘客养的这只宠物鸟被主人遗忘在车上了 下车之后才听到会动翅膀的声音 我才知道车上有小鸟 是说它那只还蛮黏人 蛮亲人的啦 这只宠物鸟超级不怕声 当时还站到司机肩膀上 其实四主是11号晚间在桃园 拦了这台计程车 疑似喝醉了 把宠物鸟遗忘在车上 当时司机回报给总公司的客服 却联系不到乘客 想交给警局 但警察也不保管活体动物 只能自己暂时照顾 没想到宠物鸟在车内排泄 让司机好崩溃 其他问讲听的也觉得不口思议 我没有听过这个是特殊级文 很扯啊 带来拍尸首啊 还请教他要送到哪里去 我要看那个价值啊 如果那个500块以下的哦 我就放到这里 这里我们每天都有人在喂他 最后这位苦主司机终于联系上四主 但两小时的营业成本损失 加上清洁费 想向四主收1000元的赔偿 不过对方只愿意给100元 还回说不然宠物鸟给你好了 同一回遇到车上的遗失物是宠物鸟的经验 也让司机好无奈 觉得这么宝的哦